因为我是一个军人 我当然要替我们的 这个海军弟兄讲话 但是我很生气一件事情 居然我的政府 我的以前的长官居然欺骗了我 你今天管闭林讲这话 是不是在欺骗 你现在列了 你列了这些1.1 1.2 1.3 1.4 1.5 1.6 只有一句话就破功了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影片 这个大陆回去那个渝民讲的话 你听得懂听不懂 听得懂嘛 那你当初你居然想说 他们做笔录 因为乡亲 乡因太重 所以没办法做笔录 你记得他有讲这句话 那我今天问你 今天人家公然讲话 他这个就是回去的那个渝民 他讲那些话 我们听得懂听不懂 我们在这边在场各位 我们都听得懂他还讲到什么 其实不用口白你都听得懂 你怎么会那个时候 你居然是说 因为没办法做笔录 没办法做笔录原因是因为 他们来自贵州 来自四川 乡因太重 所以没办法做笔录 你是不是在撒谎 所以我觉得从这句话里面 你现在所有疑点 你今天你一个政府 你在讲任何话 没有人会相信 你不管是密入器的问题 或者是说有没有碰撞 有没有插撞 没有人会再相信 你要知道 你不是一个小偷 你是一个堂堂 一个部会首长 你是一个政府 你一个政府 你怎么可以说谎呢 对 是 对不对 你怎么可以说谎 你说谎之后你对全民 而且说出来这种谎 居然这么粗糙 这么不合情理的谎 你都讲得出来 你说你现在在讲任何话 包括地检署在讲的话 有谁会相信 没有人会再相信 不要说大陆同胞不相信 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 管闭林讲一句话 我听了以后我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讲 他居然说先在海警船来检查 对不对 我们不要停 我们继续走我们的 你管闭林示范给我看 你今天你带着你的这些 海军主观你森林第一线 你示范给我看说是 你有没有那个总 大陆海警船过来的时候 你不要停 你继续走 你示范给我看 你管闭林你上去做一次 你带着顾立熊 或这些国安团队的这些人员 甚至于带着这个 现在这些名嘴 包括庄瑞熊 王定宇这些人 带着大声宫 你去喊给他们听 别要听嘛 喊完以后 你喊一人来 你就示范一下 我不停 我好期待